你说自由时报吗 不是 你看下面你的标题 你写的是诈骗机 立顶委任律师 首屋指民主党组织部副主任林昭映 涉嫌诽谤 两方冲突一触即发 我太想问你 我在台中都看过我了 笑死 北检远警在旁戒备 柯文哲金流争议连环烧 民主党林昭映不满 自称木可前经理叶志光 以及立顶公司总经理张俊棠 上节目自称替柯文哲选举活动 带电超过1300万元 至今还没追回 林昭映拿着平面标题 猛酸对方诈骗集团 欢迎在外面的朋友 有多少人听到 李文中董事长 对外介绍我是木可总经理的 我希望 有良心的这些朋友们 我们在法庭上 我们可以来去陈述这段事实好吗 总PM不是总经理 LINE的对话记录 能够当作法律证据 我也是服了那个律师 这回叶志光张俊棠立顶公司 抢先出招案铃提告 毕竟民众党回籍 质疑叶志光的身份 再抢没签合约 哪来签1300万 民众党时任竞选总案是黄珊珊 则是说好也要率队开告 民众党强调将会延后提告 未造文书罪 因为会计师端木正 擅自调解差额行为 造成情欲受损 不过民众党也承认 内控机制出问题 未来还会做内部调整 不过一连串的争议 恐怕难找回流失的信任感 东森学员刘伟成恋志好 廖伟宏 李如台北报道